冬奥快在线的各位学员朋友 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审计课堂 我们今天要接着讲第十章相关内容 我们接着来看实际程序的第二块 除折旧 贪销 人工费用以外的一般费用的实际程序 那么这块内容考评不高 我们下面来一起过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审计目标 还是跟我们原来一样 发生完整性 损确性等等都会设计 那接着我们来看它的实际程序 它实际程序跟以下几项 第一个还是获取费用的明细表 你看我们的实际程序的第一个几乎都是获取明细表 第二个要做实际性的分析程序 第三做其他的检查程序 在我们的实际程序当中 检查程序是用的最多最多的 好 第四是做截止测试 第五检查列报和披露 下面我们来详细的讲一下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程序 获取一般费用的明细表 符合其加技术是否正确 并于总账明细账的核技术核对是否正确 好 你看这跟我们前面讲的一模一样 我们都是先拿到明细表 然后看一下它的数据有没有错 这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重新计算的过程 然后呢 把总账和明细账再核对一遍 然后看有没有错 这是一个基础性的工作 好 我想问一下同学 为什么我们每次做实际程序的第一项都是它 因为很简单 如果这个数据错了 你后面很多的工作可能都会错 所以你一定要把这个基础打好了 你要先演算一下这个数据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错误 好 有没有漏记 少记 别人你把后面的工作都做完了 才发现它是错的 那你后面的工作可能全部都摆做了啊 第二 实质性的分析程序 那么实际分析程序呢 这块我们要用到 首先第一个我们要考虑可获取信息的来源 可比性 性质和相关性 以及信息编制的控制 评价在对基础的金额或比例 做出预期时使用数据的可靠性 那么这其实就是对什么 我们做实际分析程序的几个考虑因素 好 我们一定要考虑 我们这些信息能从哪里过去 然后这信息是否具有可比性 我能不能分析 能不能把我一些规律出来 还有这些信息 它产生的这个质量如何 它有没有相关的内控 如果没有内控 这样产生的被信息代表内部的信息 往往怎么样 我们往往质量就比较差 我都要考虑 好 第二 将费用细化到适当的层次 根据关键的因素和相互的关系 如本期的预算 费用的类别 销售的数量 职工人数的变化之间的关系等等 来设定预期值 这就是我们在分析的时候 我们看从哪个角度来分析 哪个层次来分析 然后不同的层次 我们把它划分开之后 我们定好预期值 然后评价预期值 是否能够精确的识别 重大初暴 这块重点就是 我们要设定一个合适的预期值 不能太高了 如果太高的话 那就是敏感度不够 好 也不能太过低了 我们要定个合适的 这其实也是我们自己 在做一个啥 在做一个估计 第三 确定你记录金额和预期值 之间可接受 无需做进步调查的 可结束差预额 这是我们做分析成绩的第三步 要把这个可接受的差预额定出来 因为落在我们这个区间内的 我们就不需要调查了 如果在区间外的 我们就必须要调查 好 第四 那么将已经记录了金额 和我们的期望值 进行比较 识别需要进一步调查的差异 你看这个步骤 和我们原来讲的 第九章的 应收账款的适应分析程序 是一样的 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吧 只不过我们原来用在 我们销售和应收账款 相关的分析上 现在用在我们的费用上 那接着第五 调查差异 如果有这种差异的话 我们要去做调查 要询问管理层 针对管理层的答复 获取适当的审计证据 再根据具体的情况 在必要的时候 实施其他的审计程序 因为我们做分析 实际上还是在什么 还是一个相对来说 比较粗放的一种警察 一种查找趋势 好 那由于它相对来说 它比我们细节测试 要粗放一些 所以我们发现这个差异之后 我们去问管理层 去调查 如果是可幸福的 那些如果觉得 这里面有问题 我们还是要做细节测试 去把这个错保真正的查实 好 接着第三 从资产负债表 日后的银行对账单 或者付款评证当中 选取项目进行测试 检查知识性的文件 如我们的合同 或者发票 好 这就是上 对 跟我们前面讲 未入账的负债是类似的 现在是未入账的什么 费用 对吧 费用啊 成本啊 还有我们的这个 负债啊 它们是一个性质 容易低估 所以我们要到日后去看 看我们银行的对账单 或者付款评证 那么 接着我们要看一下 你的知识文件 你的合同和发票 到底什么时候 如果我们现在发现 一笔钱是1月5号付的 但是它后面付的 这个合同发票是 12月20日 说明什么 说明这笔费用 是在12月份发生的 就应该寄到我们21年 而不应该寄入22年 对吧 所以通过这种方式 来怎么样 来查找 没有入账的费用 接着 关注发票的日期 和支付日期 最终 以选取项目值 相关费用的明细表 检查费用所寄的 快捷期间 评价费用 是否被记录于 正确的快捷期间 好 这就是我们要关注的 那费用成本 负债都要关注 它第一目的问题 第四 对本期发生的费用 选取样本 检查其支持性的文件 确定原始凭证 是否齐全 记账凭证 和原始凭证 是否相符 以及账务处理 是否正确 你看 那我们本期发生的费用 假如说我们有什么 销售费用 有管理费用 好 那么对于这些费用呢 我们要选一些样本出来 然后检查它的支持面 举个例子 像我们销售费用当中 经常有什么 有财旅费 有广告费 有相应一些 什么咨询费啦 之类的 那我就要看看 你的财旅费 后面的那些出差的 如什么火车票啦 飞机票啦 住宿费啦 我们都看一下 看是不是当期的 好 然后呢 如果是广告费的话 我们要看一下广告 费的相应合同 相应的发票 那如果说是 相应的会议费啊 我们要把会议费 类的这些发票 都检查一下 来确定一下 它的原始凭证 有没有少 是否齐全 还有记账凭证 和原始凭证 是否相符 以及我们的账务处理 是否是正确的 第五 抽取资产 负费表日前后的凭证 实施节子测试 评价费用 是否记录 以正确的快速期间 那么这一点 就和我们的什么 是跟我们的收入类似的 这里要强调一下 截止 它只是我们利润表项目当中 的一个认定 资产负债表 是不涉及到这个点的 好 所以对我们的费用 销售费用 管理费用 那财务费用 我们都要做一下 介质测试 看它有没有发生 飘移 有没有提前入账 有没有推后入账 那接着第六 检查一般费用 是否已经按照 企业会计准则 和其他的相关规定 在财务报表当中 做出恰当的 列表和披露 注意看最后一步 都是检查 它的列表和披露 好 下面呢 我们来看 咬完饺子 用了三分 来看第一个问题 为什么我们做程序 首先是要做 符合其家技术 是否正确 并总赞民计账 和技术核对 是否正确 能否放在后面做 大家注意看 我们现在已经学了 很多实行程序了 从我们最开始的 领域收入的 这个实行程序 常规的实行程序 然后接着是 我们应收账款 的实行程序 还有呢 我们的这个 应收账款 坏账准备的实行程序 应付账款的实行程序 接着现在呢 是我们费用的实行程序 我们现在已经学了五个 对吧 那你有没有发现 这五个程序的 基本上 第一个程序 全部都是 获取明细表 然后符合它的 加计数是否正确 并以总账 明细账 核计数核对 是否正确 请问为什么 第一步都是在做这个 好 那么第六条 这六条 他们的先后顺序是什么 为什么这么安排 这一看 为什么第一条 都是符合它的 加计数是否正确 总账 明细账 核计数是否正确 这其实都是在做验证 验证我们获取的 数据的一个 准确性和完整性的问题 好 我们在这之前 就给同学们 强调过一点 我们在审计的时候 或许被审计单位 任何的资料 都必须首先要验证 要验证它的准确性 和完整性 验证完之后 你再做其他的工作 如果它的准确性有问题 它的完整性有问题 那你后面的工作 全部都白做了 所以这个工作不能急 一定要放在我们第一位 一定要第一个做 验证完了 再做其他的 好 这点注意 这其实就是在验证它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那接着 这六条 它们的先后数据是什么 那我们注意看 获取什么 获取明细表 这是第一个 我们先验证它的准确性 完整性问题 接着呢 我们就开始分析 看看它在数据当中有哪些是异常的 是哪些是正常的 对于异常的呢 我们要重点要开始做检查 然后呢 我们同时还要考虑一个截止的问题 因为它毕竟是啥 费用 它是我们利润表的相关项目 对吧 那最后呢 我们又回到我们报表当中 看它的列报和披露的问题 看到吗 这是从什么 这是从我们的报表 到我们的总账 到明信账 那这呢 又回到我们报表 回到我们报表的列报 好 它是这样一个顺序 几乎每一个实行程序 都是这样一个顺序 那接着是采购和付款循环 以及销售和收款循环 两个业务流程之间有哪些地方不同 哪些地方相同 它们之间什么关系 它们对报表有哪些影响 注意 采购和付款循环 销售和收款循环 它们的这个适应程序 很多都是类似的 只不过它们检查的对象不一样 对吧 那具体的业务毕竟不一样嘛 好 这是我们要注意的 接着它们的不同点 关键在哪里 这点同学们一定要牢记 从我们考试的角度来说 我们销售和收款循环 我们最关注的是它高估的问题 也就是多级 虚增虚构的问题 而对我们采购和付款循环 我们最关注的是 它的完整性的问题 那么对我们销售和收款循环来说 由于我们关注它多级的问题 所以我们在测试的时候 注意啊 一定是从账查到我们的证 就是从它的明细账 然后查到相关的原始评证上去 而我们呢 采购和付款循环呢 它是关注完整性的问题 查起来就比较麻烦 那么它第一种比较常规的路径是什么 所以从证查到账 好 它是从证查到账 我看有相应的原始凭证 看你账上到底有没有记 如果没记的话 对不起 你就是什么 你就是少记漏记了 但是这个证 它不会待着那儿 就让你一下能找到 对不对 它不会在那乖乖的待着 我就在这个会议室的桌上待着了 你过来拿上去就去查 不能 对不对 所以我们要想方设法 从各个途径 各个渠道去找到相关的原始凭证 这就是我们刚才在查找未入账的这种方法当中 我们要通过资金流 我们要通过什么账目流 我们要通过食物流 我们要通过对账单去查 你看 就通过这几个流 去找到它相应背后的一些原始凭证 然后这个通过的原始凭证查到我们的账 这是他们的一个区别 注意好他们对报有哪些影响 这是我刚才说的 对我们的销售和收款循环关注存在发生认定 对我们的采购付款循环关注是完整的新认定 接着 这些适应程序有什么特点 为什么要这么做 本质是什么 从中可以看出哪些规律如何应对 这点同学们可能总结不出来 在这里呢 我给大家揭示一下底层逻辑 为什么没有在最开始讲实行程序的时候 就给你总结这个底层逻辑呢 为什么放在后面呢 是以让大家有一个什么 更加直观明确的感知 你已经学了五个实行程序了 你学完以后发现他们都有共同的特点 基本上第一个程序都是获取 相应的什么什么明细表 好最后一个都是检查列报和披露 那中间的根据我们这个检查的项目不同 然后中间的具体的说法稍有不同 但是他们头和尾基本上都是类似的 那这里面到底有什么样的规律呢 下面呢 我就给大家揭示一下我们的底层逻辑 适应程序的底层逻辑 好 我们来看适应程序的实施的一个原理图 首先我们在做审计的时候 我们拿到的是一张报表 对吧 我们拿到的是一张财务报表 你看 就是这样一个表 那表上都有各种各样的数字 有我们资产资产表 有我们利润表 我们拿到的是这样的报表 那这个报表是从哪来的 注意它是从我们的总账当中汇总出来的 生成的对吧 生成的我们期末的一个报表 那总账又是从哪来的 注意 总账是从明细账当中来的 明细账汇总从总账的对吧 那明细账又是从哪来的 注意 它是从我们的记账凭证来的 那我们的记账凭证 你凭什么要这么记啊 你有什么依据啊 如果没有依据记账 你就是做假账对不对 这是我们记账一个最基本的要求 对 记账凭证后面一定要附上原始凭证 那其实原始凭证你是谁的记录呢 你为什么会有这原始凭证呢 就是我们的经济活动 看到了吗 它就是这样一个倒退过程 由于你看我们报表是来自总账 总账来自明细账 明细账来自记账凭证 记账凭证必须要付原始凭证 否则你凭什么这么记啊 对吧 原始凭证哪来的 从我们的经济活动来的 那是对我们经济活动的一种什么 痕迹化的一个记录 对不对 好 那这由于它是这样一个过程 所以我们检查的时候怎么样 我们就到这去查的 注意 我们查的时候就到这查的 而会计呢 会计它是正着作账的 注意啊 由于我们的会计是啥 是正向思维 而我们审计是什么 是逆向思维 所以有很多同学在这个思维上 就转不过弯来 现在我给你揭示一下 注意看 我们会计怎么记账 会计是这个方向记 那我们审计怎么查账 我们审计是这个方向查 好 那会计记账的时候 首先发生了相应的经济活动 那么经济活动会有相应的原始凭证 那我们看到这个经济活动 看到相应原始凭证 我们就按照我们会计的语言 用记账凭证把它编写出来 这个会计语言就是分录 你看我们记账凭证上 不都是一个一个的会计分录吗 什么借应收账款 带主任务收入 好 借我们的这个应付账款 带银行存款 这不都是啥 这不都是会计的语言吗 那记账凭证上 就是用会计语言 把我们经济活动记住下来 但是凭什么记账凭证要这么记 就是因为有相应的原始凭证 然后按照我们财务报表的编制基础 用这个会计语言来做表达 对不对 这是我们的会计做的工作 然后会计把记账凭证做完了之后 要细呢 要汇总成名气账 然后汇总成总账 然后期贸的时候 就会生成财务报表 对吧 看到吗 看我们会计是这个方向来记账的 由于会计是这个方向来记账 那我们审计呢 我们审计是印象的 反方向来查你的账 来做审计 所以注意看 我们的实质领程序 第一个程序都是核对 你的这个报表的数字和总账 明细表的明细账的数字是否相符 获取明细表不就是获取相应的明细账吗 对吧 好 那你看 我们首先要核对你的总账和明细表 以及我们的报表的数字是否相符 别在这里出差差错了 这里出差差错 我们后面做的很多工作都是白做的 所以这是我们做实行程序的第一个程序 这就是为什么 它是我们实行程序的第一个程序 因为你看这是逆查的起始点呀 好 接着我们再来看哈 我把这个总账 明细账 报表的数据都核对完了 发现它没问题 没有少 没有错 行 我们现在开始查其他的 因为我是逆查 我是逆向检查 那么接着我就要看什么呢 由于你现在的这个账特别特别的多 对不对 可能有一年下来有几百万笔 这种快捷分路 可能有上亿笔 我是不是每个都去查呢 每一笔都查呢 如果你只用几百笔的话 我可以做到每一笔都查 但是现在一下几亿笔 那几千万笔 我真的没办法做到每一笔都查 这时候怎么办 这时候我就用什么 分析程序 看看有哪些地方是异常的 哪些地方是有问题的 好 那么分析程序 在分析的时候呢 我们就看经济活动 还有和你和你的记的账 至今有没有什么差异 以及你当期的数据和上期的数据比例 是不是一致的 如果出现能够大幅度的波动 那我就觉得这个地方有问题 那么对于这样的项目 我叫重点的查 好 这是我自己和自己对比 我本期和上期做对比 看它的波动 那还有呢 还有就是 我拿我们被审计单位的数据 和谁对比呢 和同行业 如果同行业 它的增长率只有13% 而你的增长率达到33% 你是连着两倍还多 那我就觉得什么 事出反常必有妖呀 所以对你这样增长率 特别多的地方 那我也要好好的查 就像我们的收入 你看你的收入的增长率 正常同行业只有13% 你却能达到33% 凭什么呀 你为什么这么高呀 那么对这样有问题的地方 我也要仔细的查 好好的查 那对这样的记账凭证 我是不能放过的 我要把相应的 类似的这样的记账凭证 这样的快逐分路 全部掉出来 全裁面 那么我在调出 这些快逐分路 调出这些记账凭证的时候 我就要重点看 它背后的原始凭证 这里面原始凭证 就会设置到什么 我们的 如果是我们的收入 就会设置到我们的订购单 我们的合同 我们的发票 对吧 还有我们的出库单 那如果说是 采购和付款循环 里面设得到 就会有什么呢 我们的订购单 还有我们的验收单 对吧 有货物的一个入库单 我们就要查这些 关键性的原始凭证 我要看看 你这个账记的 到底有没有问题 好你看 这就是首先 让我们的分析程序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先前部队 它先去看 哪些地方有问题 哪些地方感觉有异常 哪些地方不大对劲 那么它感觉不太对劲 不大有问题的地方 我们要重点查 而如果说 它分析一遍 没太大问题的 我们就用普通的 过一遍就可以了 我们就把一些 必要的程序 过一遍就行了 好 这就是我们 为什么分析程序 总是在前面 看 这是获取费用分析表 对不对 第二个程序 就是分析程序 这是为什么 分析程序总在前面 因为它是排斗兵啊 它是先前部队啊 它要先去探探虚实啊 哪个地方有风险 哪个地方问题多 哪个地方是哪区啊 它先给我们圈出来 我们后面的部队 才好里面 有敌方式 有重点 有参差的差 那接着呢 我们的分析程序 已经分析完了 这时候 我们的这个 我们后面的大部队 就开始要正式做了 正式做的时候 如果对一些异常的 对一些重大的 好 对一些怎么样 纠纷比较多的 那我就要重点做什么 做含证 这主要指的是 我们营收账款啊 对我们银行存款 我们基本上都含证 对我们营收账款 我们要选择那些大额的 异常的 有问题的 有纠纷的 那我们做含证 为什么 因为它是雷区啊 对不对 所以 这说我们对一些啥 营收账款 我们要做含证 然后对银行存款 是全部做含证 好 这是针对相应的 有些项目 我们要做相应的 一些动作 就像含证 那接着呢 我们在这整个过程当中 用的最多最多的程序 就是检查程序 就是检查程序 你看 这里面检查 检查 看到了吗 整个实行程序当中 用的最多最多的 就是它检查程序 好 其实在这过程当中 如果有一些情况 我们需要怎么样 我们需要配合询问 需要配合观察 那我们这里面 阻力军事检查 排头兵是谁 是分析程序 这是他们中间的一个关系 那我们把这些 全部都检查完了 都做完了之后呢 我们现在 你看 我们是从这个报表 起始的 也就是从啥 从报表当中数字 看到总账 看到明细账 我们把这全部验证完了 这个验证的过程实际上都是在找什么 找依据 你凭什么要这么做账 你账目的来源是什么 有没有相应的依据 依据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假账 好 我们把这都找完了之后 最后没问题了 这时候我们又回到报表身上去了 注意 在这个位置 我们又回到报表身上去了 看什么 看你的猎报 有没有问题 看你的披露 有没有问题 好 你看这边都是在看数字有没有问题 最后是看猎报和披露 有没有问题 那我们把猎报和披露都查了 这样的这份报表 我们就算怎么样 全部都检查完了 好 这就是实际程序的一个实施的原理图 接着呢 我再给大家总结了几句口诀 通过这个口诀呢 再把它数理一下 首先是报表查到明细账 也就是从我们报表的数字 到总账 到明细账 这个数据我们要干嘛 这个数据必须我们要核对一下 看有没有错 有没有问题 有没有差异 有同学说老师的在海 我有差异吗 这不系统生成的吗 不一定 因为有的时候 我们报表上的数字 很可能它手工调的 它的账并没有调 但是它报表调了 在事物当中有这种情况呀 对吧 所以我们必须要核对变 接着是分析程序 它是排头兵 它要找异常 找了异常之后 我们才好有一个方向 有个重点有个层次 那接着呢 我们的检查程序就要上了 检查程序重点就是 看你这个账记得 有没有依据呀 那我们在做 实际程序的时候 核心其实都在找依据 你凭什么这么做 你的依据是什么 你的依据是真的还是假的 你就原始凭证 有没有问题 对吧 好 这就是我们检查程序 如果无依据是假账 看到吗 这是我们查 这是我们做审计 查账的核心所在呀 如需含证即时上 这里指的是 我们含证 并不是每个报告项目都含证 对吧 只要有我们银行存款 要全部含证 除非满足相应的条件 还有我们的应收账款 我们要去一些大陆的 异常的 有问题的 好 去做含证 所以这个含证是 如有问题 即时上 如需含证即时上 接着是 特殊的测试看情况 因为我这是整个一个 实际程序的底层逻辑 那我测试的项目不同 那我测试采购 和付款循环 以及销售和收款循环 肯定有一些 它的循环当中 一些特殊的情况 对吧 当中那些特殊情况 所以就要特殊测试看情况 那最后回到报表中 列报 披露 有错相 那我们把这个 数据都看完了 因为我们从报表 到总账 到名记账 到我们的原始凭证 到我们的记账凭证 这都看完以后 重点看的是数据有没有错 快递信息有没有错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数据 全部看完了之后 我们最后还要回到报表当中 我们要看你的列报 和披露的问题 那这样的话 就算完整的查完了 这就是我们 实质性程序的 一个底层逻辑 你要理解 为什么 你看我们从第九章 一直到第十二章 都会讲实行程序 实行程序 几乎都是这样来做的 那我们后面会讲到 我们的啥呢 我们会讲到 我们的十七章 我们那些特殊的审计事项 也会涉及到 这些实行程序 它基本上 也是这个逻辑来的 你要明白 这个底层的逻辑 不过在这里 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 专业阶段 其实实行程序 考得不多的 综合阶段 是大考特考 你在这个阶段 打好基础 我把这个底层逻辑 给你梳理清楚 让你明白 它是按什么样流程走的 它为什么这么做 好 你等到综合阶段的时候 你会非常审理 否则的话累死了 刚才呢 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实行程序的底层逻辑 以及我们实时的原理图 下面呢 我们再给大家讲一下 实行程序的技巧 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学了五个实行程序了 对吧 而我们后面还会设计到 所以呢 大家要知道怎么来进入记忆 这里面是有些小诀窍的 不需要过度的惧怕它 我们下面来看 首先我们第一个实行程序 基本上用的都是重新计算 它指什么呢 我们在我们学程序的当中 你看第一个都是获取什么什么明细表 对吧 这个获取什么什么明细表 实际上就是一个重新计算 它要把我们的名气账 总账 然后要做核对 检查什么呢 检查数据的准确性和完整性 它其实就是在做验证 好 这是第一块 那么重新计算 还会涉及到计算 折旧和分摊的问题 以及计算相应的一些数据经额的问题 接下来呢 我们的排头兵就要上了 这是什么呢 分析程序 好 这是我们的分析程序 我们的分析程序呢 有纵向的数据分析 如我们当年和上一年的数据分析 有横向的数据分析 看到吗 一个重一个横 如我们同行业的数据 为什么你的数据会比同行业高那么多呢 中间有没有问题呢 有没有猫腻呢 对吧 以及各类财务数据之间的一个构级关系的分析 好 我们这个数据和那个数据之间是有构级关系的 你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 和我们利润表是有构级关系的 举个例子 我们资产负债表的长期借款 那我们利润表的财务费用 它俩是不是有构级关系啊 那么这种构级关系我们都要 我们都要测试一遍 资产负债表的应收账款和我们利润表的 营业收入 它们也是有构级关系的 对吧 好 如果我们是现销的话 是借银行存款带营业收入 如果我们奢価的话 就是借应收账款带营业收入 对不对 所以我们把这几个数据都合在一块 看一下 你的数据之间有没有异常 你看 这就是我们各类财务数据之间 构级关系的一个分析 如果有异常 那么这都是分险点 把它圈出来 我们后面要重点检查了 重点寒证了 那接着 除了我们分析财务数据之间的构级关系 还要与非财务数据来做一个分析 为什么 因为其实这里面也是潜在的有一些啥 有一些逻辑关系在里面的 如果你这家单位 你的这个营业收入非常高 意味着你的销售量特别大 那销售量特别大 意味着你的生产量特别大 生产量特别大 意味着你的水电就应该很高 人工成本就应该很高 还有交税就应该交得很多 对不对 那有可能运输费也应该很多 销售费也应该很多 那么这之间都是有构级关系的 对不对 所以我们除了分析的财务数据外 我们还要和非财务数据再来分析一遍 这就是啊 这就是排头兵 他把这所有的作用潜在的分钱 有问题的点 看能不能都先塞一遍都筛出来 筛出来之后 这样我们后面做程序就能够有敌方式 就能有重点 有层次 好我们下面该上的就是我们的检查 这就是大部队了 我们的分析程序它是排头兵 而我们的检查就是大部队 那检查什么呢 注意检查这块就比较有意思了 我们可以检查各类的资料和品质 这就为什么我要求大家要记什么 关键性的品质 比如订购单 出库单发票 这是啥 这是我们销售和收款循环 那接着请勾单合同 这是啥 这是我们的采购和付款循环当中的 好 那很可能你还要检查台证啊 然后检查它的法律文书啊 检查它其他的一些资料等等 总之检查一定要有相应的一个对象 一定要有相应的对象 所以你在这种 说这种适应程序的时候 如果说不全 你就想检查什么什么 就是检查相应的凭证资料对象 好 这就是我们第一个 第二是什么呢 除了检查我们的资料凭证以外 我们还要检查它的会计处理是否正确 检查它的猎报披露是否正确 你看这都用了什么 都用的是检查 另外呢 在做检查程序的时候 你要特别注意检查的方向 顺差和逆差的问题 因为什么 因为它使用最多的程序 那方向一错的话 你全部都是错的 一定一定要注意 对我们存在 发生的你用的是逆差 对我们的完整性认定 用的是顺差 但是我前面也说了 这顺差是从我们的原始凭证查到我们的账 你要有地方能把这个原始凭证给找到才行啊 好 这是我们的检查 那检查呢 是一个用途最广的程序 接着呢就是我们的寒证 寒证呢 它是有一些限制的 并不说所有楼太市都比较适合的 像银行存款基本上都要寒证 如果不寒证必须满足我们准则的条件 然后我们的应收应付等往来款也需要寒证 但是这个寒证的时候 它的条件就没有向我们寒 银行存款要求那么苛刻了 对吧 那我们的应收是不重要或者无效 就可以不寒 而应付呢 你根据情况来 并且这个应付这样款 那么我们在寒证的时候要特别注意 就要从供应商的清单当中去选择那些 平时来往特别密切 特别频繁 但期末又为零的 而像其他应付款的话 如果它有低估的风险 有这种完整性的问题 往往用寒证是不好的 因为寒证主要针对的是存在认定 主要针对是存在认定 而我刚才也说了 应付这样款 它如果针对完整性认定 那我们一定要注意它的检查的方式 它是有很多的限制的 好 这是我们的寒证 寒证相对来说 用的这种用途 就没有像我们的检查这么广了 但是寒证呢 它有个好处 它是从外部取得的证据 所以它这个证据相对来说比较有利 那寒证用完了 那接下来就观察和什么 观察和询问了 观察呢 我们可以观察它的生产精英活动 好 观察它的控制的实际的一个执行的情况 那这个观察控制实际 执行情况可能是用于我们的了解内控 分显评估的时候 也可能用于我们的什么 用于我们的控测试的时候 好 那接着就是我们的生产精英活动 我们去现场看 嗯 现场看 它精英的情况怎么样 是不是像他们所说的一样 是不是和报表的数据一样 我们要相互印证 好 观察呢 它也是比较受限制的 因为观察只限于观察那个时点 这是第一点 第二是当有人发现你在观察它的时候 它呢 很可能给你表演 它很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状态 这都要注意 观察也是比较受限制的 接着就是询问 询问的用途也特别特别的广 我们可以问各类的人员 如我们的财务人员 管理层 销售员 助理层等等等等 但是要特别注意 询问啊 它的限制特别多 就是千万千万不能仅靠询问 那仅靠询问无法获取 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 一定要和其他的程序结合和观察了 和检查了 好 要和他们结合才可以 你看这就是我们实行程序的一个技巧 你把我们刚才的一个大的框架里明白 然后口诀里明白 接着呢 用这个技巧来进行记忆 那接着还要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在这个主观题的习题班当中 给大家说了 我们大部分主观题的八句话 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主观题 其实都在考记忆 那么这八句话是什么呢 对不对 权不权 是否检查关键单 这里要注意 所谓的对不对 就是是否符合我们准则的规定 所谓的权不权就是 诶 它有没有遗漏啊 就像是我们刚才说 我们检查能够未入账的应付账况 我们有五个程序 对吧 有三流 一单 那么三流当中 账目流有两个 一个是本期的 一个是什么 期后的 对吧 所以我们在做这种题目的时候 如果我们设计到五个程序 它只描述了两个程序 说明什么 说明它少了 说明它少了 不权 好 那这个对不对 是不是符合准则的规定 权不权是 我们先有五个 它只说两个不够权 然后接着是 是否检查关键单 那么这就是我前面强调的 检查呢 是在我们适应程序当中 用的最多罪的一个程序 那检查的时候 一定要检查到核心 关键的证据上去 你不要检查一堆 植物边没用的花边 这要注意 好 还有关键要点 做到否 这关键要点 做到否就是 我们这个 讲适应程序的时候 有一些关键点 你一定一定要做到 如果没做到 对不起 你是有问题的 好 你看 我们刚刚讲完 我们的应付账款的 什么 完整性的一些测试 如何来应对 完整性的问题 对吧 假如说你现在 检查是它 期后的一个付款 检查了它 期后的一个付款 它是1月5号付的款 那么已经把 这笔钱付出去了 那它付款的后面 肯定会付 相应的原始凭证 假如说 它的原始凭证是啥 它的原始凭证 有我们的发票呀 有我们的验收单呀 一看它是12月20号 说明什么 说明自己的应付账款 应该寄到我们的 12月20号 而不应该寄入到 我们的1月份 对吧 那么它寄到1月份 就寄错了 这里注意 那我们在检查的时候 就一定要按照规定 把它检查到位了 好 关键的要点一定要做到 接着就是测试的方向 对不对 那么这一点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一定注意 我们的完整性 一定要怎么样 顺着查 而我们的存在发生 一定要倒着查 接着仅靠询问不恰当 不做验证 肯定错 这再三强调 询问这个程序 受限制的地方很多很多 光靠询问是不够的 然后客户资料直接用 不做验证肯定错 这指的什么 这就指的我们的第一个 你看 我们所有的实影程序的第一个 都是获取费用名习标 这就是在验证 而我们要验证下 你的报表数据和总账 和名习上的数据 是否完整 是否准确 看到了吗 你看这就是客户资料 直接用不做验证 肯定做 同时我们在后面学到 我们很多实行程序的时候 都要注意 拿到客户的资料 绝对不能直接用 一定要验证下 它的完整性和准确性 好 接着如有差异 硬调查 直接定错 不恰当 这是我们在做程序的时候 那么就会碰到一些差异 无论你做检查呀 做寒证啊 做分析啊 那做重新计算呀 都会碰到差异 对吧 那碰到差异是很正常的 不能上来就给别人说 他是错的 就是错保 要求对方调整 一定要干嘛 注意 一定要调查 直接定错 肯定是不恰当 一定要调查 调查完领 后再确定到底什么情况 好 这就是我们在讲 习题班的时候 给大家说的这八句话 这八句话 非常非常非常的关键 它能应对我们 大部分的主观题 那么 在里面除了我们 这个大部分主观题外 其他是判断来的 他是审计报告呀 错报呀 独立信啊 跟前评估认定啊 那么这块是少数 大部分的主观题 都是考这块 所以这块内容 你一定一定要牢记 并且要结合 我们前面讲的内容 把它领解了 嗯 下面呢 我们就来做真题 来练习一下 甲公司是ABC 会计事务所的 常年审计客户 主要从事 化工产品的生产和销售 A注册会计师 负责审计甲公司 14年度的产物报表 确定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是800万元 资料4 A注册会计师 在工作地稿记录了 实施实行程序的情况 部分内容 栽度如下 嗯 实行程序的测试目标 看是啥 检查关键管理人员 薪酬 披露的准确性 哎 就看看 他的薪酬披露的 有没有问题啊 好 我们来看他怎么做的 A注册会计师 获取了财务编制的 关键管理人员的 薪酬名气表 并向关键管理人员 进行了寒证 结果满意 注意 他拿到了他的 明细表 请问应该怎么办呀 应该怎么办呀 要做验证 对不对 他做了吗 没有啊 他直接含证了 合适吗 注意不合适 所以否 注册会计师 应当测试 关键管理人员 新图明细表的完整性 并与财务报表 相关的附注资料对比 以证实我们披露的准确性 看到了吗 他测试了 没有啊 他直接就怎么样 就含证了 结果满意 这能满意吗 对不对 你看我们前面 再三强调 客户资料直接用 不做验证 肯定错 所以一定要记得 验证 验证 再验证 好 接着我们来看 下一道题 A注册会计师 对我们假公司 店面租金费用实施 实质性的分析程序 确定可接受的 差异额是400万元 账面的金额 比我们期望值 少了1400万元 哦 账面比我们期望 少了1400 A注册会计师 针对其中1200万元的差异 进行调查 结果满意 因为剩余的差异 小于可接受的差异额 A注册会议认可了 管理层记录的租金费用 这个对吗 这是典型的实质性 分析程序 我们在想适应 分析程序的时候 再三给大家强调 如果这个差异 是落在我们的 区间范围内的 因为你看可接受 差异额是400万 落在我们400万的 范围之内的 行 没关系 不用调查 但是账面的金额 比期望值少了 1400万 那就已经是什么 已经是大于我们 可接受差异的范围 这时候一定是 全部调查 而不是对差额调查 你看它仅仅是 对差额调查 合适吗 注意不合适 应该是全部调查 所以这块不恰当 否应当对 全部的差异应调查 这就是我们 适应分析程序的 一个应用 在考试的时候 这点非常非常非常爱考 一定要记住 我们再来看一道 费用测试的题 甲公司是 ABC快递事务所的 常年实际客户 主要从事 电器设备的生产和销售 A作者快递师 负责甲公司 16年度的财务报表 确定报表 整体的重要性 300万元 实际执行的重要性 210万元 然后资料4 A作者快递师 在工作地稿 记录了实施 进一步的审计程序 部分内容在录录下 第二 在测试甲公司 16年度销售费用的 发生认定时 注意啊 这是发生 A作者快递师 从销售费用明细账 选取了样本 检查了相关的合同 发票 费用审批单 等等 支持性文件 结果满意 恰不恰到 好 这里注意 你看 这道题测试的是 发生认定 那我们在给大家 讲八句话的时候 注意 看我们的八句话 清理一下 注意看 对不对 全不全 是否检查 关键单 关键要点 做到否 测试方向 对不对 来我们注意看 这道题是什么 是针对它的发生认定 发生 和完整性 它们测试方向一样吗 注意不一样 存在发生 它们俩是一个方向 倒着查 对吧 那就应该从我们的明细账 查到原始凭证 并且查原始凭证的时候 一定要注意 要检查到关键单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它的测试方向对不对 它有没有检查到关键单 首先 它的测试方向是 从销售名习账 然后选取了样本 检查了相关的合同 发票 费用审批单 说明它的测试方向是对的 它是从账 查到了证 对吧 OK 测试方向对 那么接着我们要看 它有没有检查到 关键性的单据 来我们看它检查了 什么单据呢 它检查了合同 发票 费用审批表 你看这是销售费用 那销售费用 涉及到也就这些了 对吧 而且还有一点 在做题的时候 要特别特别注意这个技巧 这都是我们题目当中 粗题的一个技巧 有一个关键字叫等 这个字特别重要 我给大家说一个小技巧 在咱们组关题当中 如果说它检查了 什么什么等 基本上这道题就是恰当的 为什么 因为意味着 它把该检查的 知识性文件 全部都检查了 它现在只是 列举了三项 你要觉得还不够 还不全是吧 那我等来给你代替了 所以这个答案是恰当的 你看它该检查的 关键单据都检查到了 然后它测试方向 也是没问题的 所以这道题是恰当的 看到吗 好 这个组关题 就需要大家要多做 然后做的过程 当中要注意 它的一些规律 第一个就是我们出题者 它表达的一种规律 好 那么你这块 一定要掌握 这都是有小小的技巧 在里面的 第二个就是 把我刚才给大家 教的八句话 一定要反复的琢磨 每做一道组关题 你都琢磨 这是考我们八句话 当中哪句话呀 你看这道题 就考了两句话 测试方向 对不对 然后检查 有没有检查到 关键单 看到了吗 嗯 好 我们第十章内容呢 全部学完了 下面呢 来给大家做一个 总结回顾 把我们在本章当中 要重点关注的内容呢 给大家拎一下 好 首先 第一个就是 采购付款循环当中 设计的主要业务单据 要记一下 请购单 订购单 验收单 销售发票合同 这个单据很重要 要记一下 因为你要周 我们实行程序的时候 你要周得出来 要颜值有误啊 检查什么什么 这个什么什么 就是检查 请购单了 订购单了 验收单了 销售发票了 所以这个要记啊 因为其他 兵器相信你 记得滚瓜烂熟的 但是 它的对象 你也得记啊 好 要把这个单据 记一下啊 接着是 分险评估的三部曲 这块呢 跟我们第九章一样的 初步预期 寻找差异 对应认定 好 那么接下来是 我们了解内控 了解内控的时候 我们采购和付款循环 关注三点 职责分离 授权审批 连续连号 那么这个在我们第九章 大奖特奖 这里就不展开奖了 接下来呢 是我们的控测试 控测试要特别注意的 就是在考试书 特别容易考 如果存在多个节点 做控测试的时候 不能只检查一个签字 它涉及到审批 然后呢 还涉及到调查 最后呢 是签字 你看这是三个节点 你千万不能 只检查一个签字 这是远远不够的啊 在考试非常爱考 然后呢 我们控测试要结合 第四和第八章的内容 好多都是第四 第八章讲过的内容 接着第五个 适应程序 适应程序呢 要重点关注的是 我们应付账款的 适应程序当中的 寒证 那么寒证 这要注意啊 我们寒证 应付账款的时候 从哪里选 要弄清楚 从供应商清淡 因为我们的应付账款 我们的费用类 我们的成本类 重点关注低估的问题 那么应付账款 我们让它重点 选那些什么 我们平时往来 非常密切 非常频繁 但是期末语额 突然为零了 这样的应付账款 好去选这样的 供应商 把它拿出来寒证 并且在填的时候 一般不填写语额 这是我们寒证的方式 但同时也要 给大家说一下 寒证一般来说 查完整性 不是特别好 这个应付账款 它有一个供应商清单 我们还能从中来挑 对吧 至少有个参照的对象 但如果是其他应付款 效果就很不好 注意一下 注意细节 应付账款 毕竟它有个供应商清单 我们还有个方向 如果说其他应付款的话 连那什么 我们从哪下手 都不好下了 所以对我们的寒证来说 左右还是查我们的存在认定 对应收 对银行存款 含证比较好用 这里要说明一下 那么接着我们要重点掌握的 就是查找未入账的负债 这款应该怎么查 那么给大家给了一个小小的 记忆的口诀 简化机 三流一单 账目流 资金流 食物流 还有一个对账单 在账目流 注意是本期和期后 都要做检查 然后是未入账的测试 有搜资料 查文件 定日期 然后从证查到账 看它有没有漏记 好 对我们应付账款 这张来说 你一定要关注 它的完整性问题 对完整性 要做哪些程序 注意记一下 以前年都是考过真题的 已经好多年没考过了 那接着是 我们一般费用的实名程序 这块了解一下就可以 在我们本章的最后 给大家专门总结了 实质性程序的底层逻辑 它为什么要这么实施 然后又给大家总结了 我们一些小小的记忆的方法 记忆的技巧 希望大家能把这一块 好好的理解透了 因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后面还会设置到 很多的实例程序 都会用到 并且在综合阶段 会大考特考实例程序 你现在不记 你等到综合阶段 就也要拼命的记 因此不如现在 就把我给你讲的 这个底层逻辑 给它理清楚 我们审计是逆着查的 会计是正着记账的 一个逆一个正 我们是逆向思维 好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 为什么我要从我的报表 到总章 到明细章 那我为什么要去查 它的原始评证 我为什么要用分析程序 以及我最后 为什么要去查 它的列宝和披露 都是有内在的逻辑的 你要把这个逻辑理清楚 我们审计的逻辑 其实超级的强 我每次在讲到审计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逻辑之美 体现的淋漓尽致 你要去理解这个逻辑 你要能够把这个底层逻辑自己 它梳理出来 同学们 第十章内容全部讲完了 那在最后呢 给大家送一句话 最慢的步伐 不是魁步 而是徘徊 最快的脚步 不是冲刺 而是坚持 希望同学们坚持 坚持 再坚持 那这节课呢 就给大家讲到这里 我们下节课 再见